您是不是为了家中小朋友不爱看书而烦恼呢 由文化局主办的喜悦放城市 儿童阅读扎根系列活动 将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 包含了DIY游戏 原油会和剧场表演等等活动 要引导小朋友们爱上阅读 将玩乐与阅读的概念融合 希望让参加阅读推广系列活动的大小朋友们 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为了推广阅读 市长辈被化身成魔术师施展魔法 让台下小朋友看的是目瞪口呆 把魔术跟绘本故事结合在一起 成功吸引小朋友的阅读兴趣 经验度喜悦放城市 儿童阅读扎根系列活动 就是要用这种趣味玩乐的方式 让小朋友进入书中的浩瀚世界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很小就会用iPad 这个玩电动 那我想动漫的世界当然很吸引人 那阅读的魅力也要从小培养起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接近书本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动手做的手作坊 也是可以增加孩子们的互动 那希望这个图书馆有很多保障 希望我们孩子一起来寻宝 那我们的图书馆的功能也在不断的多样化 那不是只有书籍还有影像 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创活动 那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善用图书馆 那现在我们去年三月开始 桃园的图书馆都改成周一不休馆 那我想图书馆的这个时间都蛮延长的 希望大家不要把图书馆 只是当作K数中心 除了魔术 透过剧场的表演 把书中的故事化作真实 更能引发共鸣 今年的喜悦放城市儿童阅读扎干系列活动 不止有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主题书展 剧场表演和DIY体验的课程 更有为爸爸妈妈设计的亲子共读活动 就是希望阅读能从家庭扎根 为了让孩子们对图书馆提高认识 我们也举行了小小图书馆馆长的计划 让我们的小孩子来担任一日馆长 那另外我们也举行了这个各式各样的园游会 那南北各一场 那同时呢 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到附证事务所 我们就会发给每个家长 这个阅读的专用带 那里面有这个阅读手册 也有很多的这个礼品 那希望大家能够从小 这个鼓励孩子喜欢阅读 亲近图书馆 长达五个月的阅读扎根活动 几日起受理报名 希望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书香气息的暑期 桃月线新闻时代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